那家拳法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太极拳 但是太极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至今仍存在争议 但是太极拳较早为世人所知 却和一段著名的武林传奇故事有关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偷拳 主角是一位叫杨璐禅的拳士 杨璐禅出身贫寒 家住直立广平府 他自幼酷爱武术 擅长鸿泉 一次在太和堂药药店门前 他见一人寻省滋事 被一位药店掌柜轻波之下便摔倒在地 看到此景后杨璐禅大为吃惊 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 药店掌柜来自河南温县陈家沟 所使拳法名为棉拳 也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太极拳 于是杨璐禅下定决心 要到陈家沟去学习这玄妙的拳法 陈家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温县境内 这里习武之风由来已久 直到今天上到七八十岁的老翁 吓到只有几岁的孩子都习武不倦 当年杨璐禅慕名来到这里 找到了当地赫赫有名的权师陈长兴 陈长兴身材魁梧 功夫极为深厚 他只要立身中正 无论看戏赶庙会 站立于人群中 任凭众人如何拥挤 他却能纹丝不动 人称排位先生 那么陈长兴究竟是从哪里学到的太极拳呢 许多学者众说不已 有人认为太极拳是从外乡传入 也有人认为是陈家世代乡传 但毫无疑问的是 陈长兴是至今有据可查的 最早的太极拳传人 今天陈家沟还保留了当年杨璐禅学权的院落 据说当年杨璐禅来陈家沟拜师学艺 陈长兴起初并不愿教授这一精妙的权术 所以民间有杨璐禅偷权的说法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其实凡是武学大家 在收徒时都格外谨慎 必须选择品德优秀 聪明伶俐的徒弟来传授权术 据说陈长兴见杨璐禅三下陈家沟拜师 决定考验一下他 有一天他约杨璐禅到房顶的僻静处问话 杨璐禅按时到达 陈长兴却静坐圈椅中闭目养神 杨璐禅毕恭毕敬直立等候 时过半日陈长兴好像从熟睡中醒来 看到杨璐禅说 时间不早了明日再来 这样的情形持续数日 他被杨璐禅学权的诚意所感动 最终传授杨璐禅全部全版 三年后陈长兴对杨璐禅说 你可以回去了 这里已经再没有你的对手了 门夜班的大家认同的是 杨璐禅曾经三下陈家沟 就是他去一次可能学了一段时间 可能中间又回来了 完后再去 这个说明什么呢 内加拳具体说太极拳 他的修炼是很不容易的 即便你是很聪明的人 即便你是很用功夫 他真的需要相当的悟性 还有老师给你喂劲 你才懂劲 懂劲后欲练欲经 你得懂劲 这是第一关 所以这个内加拳的修炼很不容易 他那个神奇 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劲打人 好像手很慢能打人 他不容易变得那个经济 所以修道者多如牛毛 得道者少如风教 杨璐禅之所以能够把太极拳发扬光大 这和他学拳之后的经历密不可分 杨璐禅学成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直立府广平县 好拳术者纷纷前来与他较量 但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杨璐禅在当地名声打造 此时正好往平府同乡受人委托 来家乡寻找全师 于是杨璐禅被推荐到了北京 杨璐禅身材不高 体型也瘦 初到京城并不被别人所重视 在朋友的举荐下 杨璐禅勉强到一位姓张的大户人家 去当一名江书先生 当时北京东安市场北面 有一家天意顺酱菜园 掌柜的人称张胖子 他腌制的酱菜专供王府食用 因而张家与王府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有钱有势 又称小府酱菜张 杨璐禅到了张家以后 张家这个老板 就是这个东家 也没有看得起他 对他很慢待 杨璐禅呢 曾经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呢 于是亮了他的本事 最后精服了这些人 最后才炸下根来 这些东西呢 有很多传说意识和演绎 我们也无法一一地去考证 但有一个东西是 杨璐禅被近代武术史称为杨无敌 号称杨无敌 一生与人交手无数 据说母有败机 张家也没想到教书的杨先生 还会有如此高深的功夫 从此杨璐禅除了教书以外 还在张家教起了全书 当时端王府的总管特别喜爱武术 经张胖子推荐 杨璐禅被端王看中 从此开始进入王府交授太极拳 杨璐禅在王府交拳的资历 让他在北京名声大振 来自各地的拳师 也经常登门访拳 希望能和他切磋武功 杨璐禅用自己精妙的拳法 赢得了杨无敌的美誉 其实武术在旧社会 武林的访拳 它应该包含着很多意思 一个意思是要交流 叫事迹 就是我在门内 因为知道学拳的人 先是在门内学 跟师父学 跟师叔学 跟师兄弟交流 然后他到外边去访拳 他有试迹的意思 试试自己的东西 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有这一层意思 还有一个 他要想以此以此来这个毛笙吃饭 他要扬名 他要在世纪的过程当中较量 是吧 赢了别人 然后他才能够扬名 是吧 这个当然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 就是交流 人经三十五一高 人必须有见识 武术这个东西是要切身体会实战的 它不是纸上谈兵 所以它在外边这种访权本身的过程 也是多闻 多看 多体会的一个过程 在民间流传的众多杨露禅与人交手的故事当中 有一个最为著名 一天杨露禅正静坐养神 此时一位和尚前来访权 杨露禅亲自到门口迎接 只见和尚六尺多高 魁梧壮士 他向杨露禅拱手表示敬意 杨露禅也很谦逊地表示答谢 并请和尚到客厅相续 突然和尚出拳向杨露禅胸口打来 杨露禅略一含胸 用右掌挡住和尚的来拳 轻轻一推 只见那和尚顿时仰面跌出 好像是被重拳所击 过了好一会儿和尚才缓过气来 他对杨露禅的武功极为贪腐 同时也对这种神秘的拳法充满好奇 第二天 和尚的师父登门求教 此时一只燕子飞进帘内 杨露禅没有多眼 起手一抄向客人说 这只鸟经过训练 驯服于人 可以和它玩耍 说完用手托起燕子 轻轻抚摸 燕子振翅欲飞 但杨露禅的手掌 微微上下移动 竟然化解了燕子起飞时 向下踩踏的力量 燕子几次想展翅飞走 却像粘柱一样无法挣脱 如此反复几次 客人大惊失色 类似这样的传说 应该说杨家的父子 意识真的很多 无非是想 人们是想在传说 就是传扬着他们的功夫的 这种超人 这个太极拳经历 有一句话叫 一语不能加 一盈不能落 那一语不能加 就是一个羽毛 不能夹在我的身上 关于这个人们有很多的解释 通常的解释是说 一个羽毛这样情的分量 放在我的身上 我都能够反应 听劲 太极拳独有一个术语 叫听劲 在端王的安排下 杨露禅开始充任 齐营武术教官 由于杨露禅收徒授权 和社会各界广泛结交 使得太极拳得以名声大振 北京独特的人文环境 加上习练者的文化水平较高 这都为太极拳的传播和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杨露禅在北京船拳开始的 一百多年时间里 太极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